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特區政府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3月7日接受傳媒訪問時 高度評價香港新任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 認為其很多政策、衛名、貼地 社會氣氛在其執政期間也有所緩和 我是高度評價林太的施政 我認為他在這20個月裡面 使社會的氣氛有緩和的氣象 再加上我們立法會和政府 在多方面關係也有所改善 我認為這是好事 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林太 他很多政策他都能夠為市民著想 就是一個很貼地的一些政策 對於香港市民普遍較為關心的房屋問題 唐英年稱林鄭做得很好 希望他能多管其下 運用包括填海等方式找出更多土地 緩解房屋問題 在土地方面 唐英年對政府開展土地大辯論的做法 表示不贊成 我不覺得黃遠輝這個大辯論是一個好的做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推卸責任的做法 我做過政府這麼多年 做諮詢 其實政府本身自己有一套想法 做諮詢是聽多些市民的意見的 而不是我扔一堆東西出來 好像市民去茶餐廳 選我飲料加糖不加糖加聯盟加奶 所以我本身是很不認同黃遠輝這個做法 我也都覺得很失望的 就是一些最容易用的土地 就好像市區邊緣那些郊野公園 根本就是你過條馬路已經是市區的 為什麼不可以用一些呢 但每一個政府當然會有做一些 未必所有人都會歡迎的東西 其中某些人是不歡迎 包括我自己 但不會影響我對林太施政的高度評價 據了解 香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由2018年4月26日起 就土地供應問題向公眾展開為期五個月的資訊 公眾可救18個未來開發土地選項 表達意見 房間將此俗稱為土地大辯論